历经三个月 检评会的报告终于出炉了 一方面检评会建议检察总长黄世民撤职 而另外一方面也认定了 立法院长王金平就是官说 相关的议题以及后续效应 我们邀请到联合演报资深政治记者李光仪来为我们剖析 光仪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一次的报告当中 检评会列了七个理由 包括滥权监听 包括了泄密 所以建议要撤职 黄世民撤职 那么接下来这个案子就要送到监察院二度弹劾了 监察委员会怎么判 这个当然监察院怎么看 因为监察院真的非常关键 接下来办演主要非常关键 然后上一次的话 监察院大家是知道说5比5 然后没有通过 然后现在大家会想说 监察院是不是就比较有可能 就是通过这个弹劾案了 就是说我不否认 假如说以我自己来判断来看的话 就是说因为现在既然说 检评会都已经做出这样子明确的 因为我们去看他那个理由书 他的那个决定书里面七个理由 他每个理由底下最后都加四个字 就是情节重大四个字 就情节重大 情节重大 情节重大 那七个情节重大 那这种情况丢到监察院去 监察委员会不会再继续武感下去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说了 所以说他们 我觉得是有相当 因为上一次就已经5比5了 然后这一次有没有可能 就是多了 多一票 他就通过 我觉得是 的确是有存在这个可能性 但我们还是要考量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监察委员们 尤其这一届监委 他们独立自主性非常高 他们就是大部分的监委 自己都觉得说 我自己独立行使职权 我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所以说 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改变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观察的地方 第二个是说 我觉得监察院里面有个生态 就是说我们知道 像前的时候 王建轩对很多事情 表达了不少意见 然后对监察委员也有一些批评 就监察委员就有连署 等于是 大家觉得是一个反王的一个动作 然后20多个监委里面 我记得大概只有5个 5个监委没有签名 大概75% 对 大概其他都已经签名了 然后这一次的话 其实这一次被认为说 这个案子 他们那时候表决的时候 也有被认为说 是有一个反王跟勇王的情节在里面 就是说有一部分监委就是说 他认定就是 那个王建轩可能是认为 王世民不应该被弹劾的 所以他们就坚持弹劾他 然后有些监委是认为说 因为王建轩认为他不应该被弹劾 所以我就要弹劾他 所以说有这种复杂的情绪交杂在里面 那交杂在里面结果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说 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在讨论 我们私下在讲的时候 可能都觉得说 那个监察院应该是没有问题 他们应该会做成不一样的决定 但是我们去记一个例子 就是张通融的例子 那时候第一次弹劾没有过 大家也觉得说 那是第二次应该会过了吧 大家反弹成那样子 应该会过了吧 所以说假如说 接下来真的谈了没有过 大家也不用太意外 因为监察院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可能还是很难预测 对